19岁高三女生意外怀孕 看到结果 燕云棒都吓掉了 结果被她的同学捡到 几个人开始拍视频 女生也刚好出来 同学大喊 苏静怀孕了 女生惊得语无伦次 说着自己没有 抢过燕云棒就跑 但这种事传得最快 刚躲到家里的苏静 就收到同学的来电 让他上校园网看看 苏静打开网页 那几个同学拍的视频正在疯传 苏静简直要疯了 不能让家人知道 于是他想到了男友 打电话过去 扎他男友正在捂死新的猎物 他跑到卫生间告诉苏静 自己在上班 苏静说自己怀孕了 男友立马变脸 说他没事找事 让他自己解决 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苏静实在无路可走 他去了男友家楼下 刚好看到男友和另一个女的搂搂抱抱 他上去拉开女人 这一闹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 苏静大喊 你搞大了我的肚子 就想不要我 男友却骂他神经病 让他滚 见周围人都在拍 男友又说这苏静不检点 孩子还不一定是哪个男人的 这彻底激怒了苏静 扑上去拍打男友 男友再一把将其推开 没办法的苏静爬过来抱着男友的腿 求他救救自己 男友一脚将其踢开 自己扬长而去 周围的人还在不停地拍 苏静彻底崩溃了 回到家 他不停地拍打了自己的肚子 看到梳妆台上的胸眉刀 又想起男友对他的态度 现在他已经身败名裂 于是他割破了手腕 第二天早上 用人来叫他上学 二少爷抱着妹妹往医院跑 但还是晚了 苏静失血过多去世 此时大小姐哀平也来了 对于妹妹的死 他却一脸得意 可当男友阿海叫住他时 他酝酿了一下情绪 转过头 立马又变得无比伤心 其实内心 他巴不得家里的人都死光 由于男友在场 他假惺惺的劝二哥不要意气用事 这件事要低调处理 首先不能让生病的父母知道 也不能去找妹妹的男友报仇 因为这是家丑 越闹越丢人 男友也赞同哀平的说法 妹妹的事处理完 艾平回到家 又变了一副面孔 他对二哥说 看到妹妹被渣男害死 他无比伤心 真想拿枪杀了那个渣男 但还有爸妈需要照顾 他劝二哥振作起来 这几句话无疑火上浇油 又一次点燃了二哥复仇的怒火 看二哥被点招 他只是微微的劝二哥冷静 还说理解二哥的心情 可当二哥转过头 艾平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他复仇的计划又进了一步 第二天一早 二哥叫来家里的司机 问每天送妹妹上学都去了哪 见了什么人 司机看着二少爷手里的枪 乖乖的说了 二哥拿着妹妹的遗照 来到对方家里 渣男像没事人一样进来 直到看见遗照 渣男害怕了 确认对方身份后 二哥直接掏出了枪 今天是一个由一家